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,哇,原著莫言,有代言演播。 我生女儿以后,小时的同学都来给我恭贺,可我发现王甘没有来。 我的堂弟五官说,他呀,肯定是跑到卫生院站岗去了。 陈碧说,这兄弟是鬼迷心窍,三匹马也拉不回转。 原来王甘单恋小狮子,做出了许多古怪的事,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,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。 但我从不耻笑他,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同情和敬重。 我认为,他是一个既生不逢时,又生不逢地的天才。 一个用情专一,如果机缘凑巧,足可以谱写出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的情绒。 当我们上载孩提,对男女情事还处于懵懂状态的时候,王甘就情窦初开,爱上了小狮子。 我记得多年前,他那句感叹,小狮子真美丽啊。 客观地讲,小狮子实在不美丽,甚至连好看都算不上。 我姑姑曾试图把他介绍给我,我以他是王甘的梦中情人为借口,蜿蜒拒绝。 实际上,我是看不上他,但他在王甘的眼里,却是天下第一美人。 说得文雅一点,叫情人眼里出西施。 说得粗俗一点,叫王霸乔绿都,嘿,对上眼了。 王甘将第一封写给小狮子的情书,投进油箱以后,心情非常激动,将我拉到了河岸上,对我畅序情怀。 那是一九七零年的夏天,我们刚从农业中学毕业,河里洪水滔滔,水面上漂浮着庄甲鸡杆,动物尸体。 有一只孤独的海鸥默默地飞行着,河边的闻水中,王仁美的父亲坐在那儿钓鱼,我们的师弟李守,蹲在一边观看。 要不要告诉李守,他是小孩子,不懂。 我们爬上了生在河堤半腰上的那棵老柳树,并排坐在一根伸向河面的树叉,树枝下垂到水中,在水面上积起一层瞬息万变的薄纹。 什么事儿,快说啊。 你先发誓,替我保守秘密。 好,我发誓,如果我泄露了王杆的秘密,就让我掉到河里淹死。 我告诉你啊,我今天,我终于将寄给他的信投到了邮箱里。 王杆脸色苍白,嘴唇颤抖着说。 给谁的信啊,这么庄严,是写给毛主席的吗? 你想到哪儿去了? 王杆说。 毛主席与我有什么关系,是写给他的。 他? 他是谁呀? 我着急地问。 你发过了誓,永不泄露我的秘密。 永不泄露我? 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 嗨,你别卖关子了。 他? 他呀。 王杆双眼放射着奇异的光芒,心持神网地说。 他就是我的小狮子。 你给他写信干什么? 你要去他做老婆? 功力。 太功力了。 王杆动情地说。 狮子,我最亲爱的小狮子。 我愿意用我年轻的生命全力以赴地热爱着我的小狮子。 我的亲人,我最亲的人,请你原谅我。 我已经在你的名字上吻了一百遍。 我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,胳膊上爆出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王杆显然是在背诵他的信,双手搂着树干,脸贴在粗糙的树皮上,眼睛里闪瘦着泪花。 自从我在小跑家第一次见到你以后,我就被你迷住了。 从那一刻起,直到现在,直至永远,我这颗心,就全部属于你了。 你如果想吃我的心,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扒给你。 我迷恋你粉红的脸堂,生动的鼻头,娇嫩的双唇,蓬松的头发,亮晶晶的眼睛。 迷恋你的声音,你的气味,你的笑容。 你一笑,我就感到头晕目眩,恨不得跪在地上,抱住你的双脚,仰望你的笑脸。 那边钓鱼的王师傅,将鱼竿猛地往后一抡,亮晶晶的钓线,弹出一串串的水珠,在阳光中闪烁,宛落珍珠。 钓钩上挂着一只碗口大小,浅黄色的小鳖,猛地砸在河地上。 那只小鳖大概被摔晕了,阳面朝天露出白色的肚腹,灯外的四个小爪子。 既可爱,又可怜。 离手欢呼的,别,别。 小狮子,我最亲爱的人,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出身低贱,而你是妇科医生,吃商品粮,咱俩的社会地位相差全熟。 你对我也许根本不屑一顾,也许独霸我的信后,会从你那可爱的小嘴里发出一阵冷笑,然后把我的信撕成碎片。 你或许收到我的信后,连看都不看,就扔进垃圾楼里。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,亲爱的,最最亲爱的,只要你接受了我的爱,我就如同猛虎插上了翅膀,骏马配上了雕鞍。 我就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,就像打了一只小公鸡的血,精神抖擞,意气风发。 面包会有的,牛奶会有的,我相信,在你的鼓励下,我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,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人,与你站在一起。 哎,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呢?朗诵小说吗? 黎首发现了我们,大声叫。 如果你不答应我,最亲爱的,我不会退却,我不会放弃,我会默默地追随着你。 你走到哪里,我就会跟到你哪里,我会跪在地上,亲吻你的脚印,我会站在你的窗前,注视着室内的灯光。 从它亮起,到它熄灭,我要把自己变成一根蜡烛,为你燃烧,直至燃尽。 最亲爱的,如果我为你吐血而死,你如果能开到我坟头,看上一眼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如果你能为我流出一滴眼泪,我就死而无汗。 你的眼泪,最亲爱的,就是让我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 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消失了,我的心渐渐被它的痴情朗诵所感动。 想不到它竟会爱上小狮子,而且爱得如痴如醉。 想不到它竟然有这么好的文采,竟然能把一封情书写得如气如素。 也就是在那一刻,我感到青春的大门,对着我轰隆隆的敞开。 王甘是我的引路人。 虽然那时我不懂爱情,但爱情的灿烂光滑,吸引着我奋不顾身的扑上前去,犹如头像烈火的飞蛾。 你这样爱她,她也一定会爱你的。 我说,真的吗? 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眼睛闪烁着光芒,说,她真的会爱我吗? 会的,一定会的。 我用力回握着她的手,如果实在不行,我替你找我姑姑去说明。 她最听我姑姑的话。 不要,不要,千万不要,她说,我不希望借助任何人的力量,强扭地刮补贴,我要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,赢得她的心。 黎首仰着脸问我,喂,我说你们俩,在上面搞什么鬼名堂? 王师傅抓起一把泥,对着我们头上来,别吵吵,把鱼都给我吓跑了。 从河的下游,驶上了一艘七成红蓝双色的铁皮机动船,船上的机器发出了激促的啵啵啵啵啵啵啵的声音,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胶着和恐慌。 河水湍急,船逆流而上,行进迟缓。 船头激起很大的白浪花,两道田梗般的细浪,从船体两侧分开,然后又渐渐河楼。 河面上浮动着淡蓝色的烟雾,一股燃烧柴油的气味扩散到我们的船边。 十几只灰色的海鸥跟随着小船盘旋飞翔。 这是公社计划生育小组的专用船,也是姑姑的专用船。 当然,小狮子也在船上。 为了防止汛漆石桥淹没,两岸交通阻断时,发生违规怀孕,以及其他料想不到的问题。 为了保持我们公社不发生一起超计划生育,为了这面寄生战线上鲜艳的旗帜, 县里特意为姑姑配备了这艘船。 船上有一个小小的舱,舱里有两排附着人造皮革的座位。 船尾装着一台十二玛丽的柴油机,船头安装着两个高音喇叭。 喇叭里播放着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,那是一首湖南民歌,旋律有美,悦耳动听。 船头滚了一个歪,向我们村子靠拢。 音乐声突然停止,片刻极尽,机器声就愈加刺耳。 突然,响起了姑姑嘶哑的声音。 伟大领袖毛主席叫到我们,人类要控制自己,做到有计划的增长。 从姑姑的船在我们视线里出现的那一刻开始,王甘便不言语了。 我看到他的身体在颤抖,他半张着嘴,湿漉漉的眼睛紧盯着船。 越过中流的瞬间,船体倾斜,王甘嘴里发出惊呼,身体紧张,仿佛随时要跳下河去。 船在上流环水中掉过头,轻快地向我们驶过来。 柴油机的鸣叫声,平稳而均匀。 姑姑来了,小狮子来了。 驾驶轻船的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,秦和。 文革后期,他哥恢复了公社书记的职务。 有一个在集市上乞讨的弟弟,不管他的乞讨方式是如何的高雅,也让书记脸上无光。 据说,兄弟俩进行了谈判,秦和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,安排我到公社卫生院妇科工作。 你是个男人,如何到妇科工作? 有很多妇科医生都是男人,可你不懂医术啊。 我为什么要懂医术? 就这样,他成了这艘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。 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,这个人一直跟随着姑姑。 有船可开的日子里,他开船,无船可开的日子里,他坐在船上发呆。 他的头发依然中纷着,像那些电影里常见的五四青年,盛夏时节,他依然穿着那身厚滑达泥的蓝色学生制服。 口袋里,依然插着两支笔,一支钢笔,一支双色圆竹笔。 他的脸色,似乎比我上次见识,黑了一些。 他手握方向盘,让船体慢慢地向河边靠拢,向这棵歪脖子老柳树靠拢。 拆油机转速减缓,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声音更加地高亢,震动得我们的耳末,嗡嗡作响。 在歪脖子柳树西侧,有一个根据公社指示,专为停泊寄生船而搭建的临时码头。 四根粗大的木头立在水中,木头上用铁丝绑着横木,横木上扶着木板。 秦河用绳子固定好船只,站在船头上,急气声停止,喇叭声停止,我们重新听到了河水的喧哗与海鸥的尖叫。 第一个从船舱中钻出来的是姑姑,船体摇摆,她的身体摇晃。 秦河伸出一只手,想去扶持她,但被她剥拉开了。 姑姑纵身一跳,上了木马头。 她的身体虽已发浮,但行动依然矫健。 我看到姑姑额头上有一圈绷带发出刺目的白光。 第二个从舱中钻出来的,就是小狮子。 她身体矮胖,背着一个巨大的药箱,显得身体更矮。 她虽然比姑姑年纪轻好多,但动作比姑姑笨拙好多。 就是她,让王干搂着树干,脸色苍白,眼睛里英门泪水。 这第三个从船舱里钻出来的,是黄秋雅。 几年不见,她的腰一狗搂,脑袋前探,双腿弯曲,动作迟缓。 她站在船上,身体摇晃着,双手挥舞着,仿佛随时都会跌倒。 看样子,她也要上岸,但她的腿难以完成,从船头到木码头的一跨。 清禾冷冷地看着,不失援手。 她弯着腰,伸出两只手,像只大猩猩一样,抓住木码头的边缘。 这时,姑姑粗声粗气地说,哎,老王,你在船上等着吧。 姑姑没有回头,继续发布命令,好好看着她,别让她跑了。 姑姑的命令,显然是对秦和和黄秋雅两个人发出的,因为我看到秦和立即弯腰往舱中探看。 这时,我听到了从船舱中,传出来一个女人滴滴的抽气。 姑姑上岸岸,大不留心,沿着河堤东去,小狮子一溜小跑,方能跟上姑姑的步伐。 我看到了姑姑额头上,血染红了绷带。 她脸上肌肉僵硬,目光犀利,面部的表情坚毅,也似乎是凶狠。 当然,王甘看不到我姑姑,她的目光紧随着小狮子,她嘴角哆嗦不止,口里念念有词。 我有点可怜她,但更多的是感动。 那时,我远不能理解,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,竟然会神魂颠倒成那般模样。 这些 快点想评论这吧,尸聊天,也有关真rud大的女人,竟然会尽磨身。 你的乐学如何知道吗? 上比辈子快乐练片